11月21号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塞伊多夫 韩正表示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世界文明古国 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 建交31年来 双方始终平等相待 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 推动中乌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 中乌关系发展步入新时代 各领域合作始入快车道 为两国共同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 中方愿同乌方加大相互支持力度 加快发展战略对接 将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 更好汇集两国人民 塞伊多夫表示 乌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最高水平 乌方视中国为最重要的全面战略伙伴 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话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不断深化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 不断深化两国元首领域互利合作